你身为皇后 她不过是个昭仪 你不去看她又能怎么样 原来此时的妹娘已经生下皇子李红 原本还在皇后宫里 发脾气的李芝瞬间喜笑颜开 她再次喜帖好大儿 高兴至于她直接封妹娘二品昭仪 威劣九品之首 李芝来看孩子结果看着看着 眼睛就瞄到孩子她大姨身上 乍一看她大姨长得还挺待见 孩子她大姨也是个不老实 那眼神撩人极了 一时间真不知哪个是海王 妹娘意识到危险后 立马上来岔开话题 不然李芝的眼神能在她大姨身上 生生看出几个洞来 李芝这个大猪蹄子一见美女 就挪不动脚 妹娘趁着李芝高兴 立马向她介绍起自己的姐姐 陈姐的姐姐是很可怜的 前年才死了丈夫 现在是无家可归 李芝这一听简直要高兴死 这不正好她大姨没有男人 自己正好缠她身子 不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吗 于是她立即下令 让我妹娘一家全都搬进宫里来 所谓进水楼台先得月 可不就是这样来的吗 妹娘见此赶快给自己家人要封上 她让李芝追封自己的父亲 李芝现在已经上头 为了她大姨李芝什么都能做出来 好 那朕就搬照 夹封你的父亲为英国公 怎么样 妹娘还以为是李芝听自己的话 所以才分封她父亲 看着姐妹俩如此美艳动人 李芝就有点控制不住自己 拉着妹娘就要去内室 不料这时皇后来了 妹娘自从生下皇子后 就多少有点飘了 啊 就说小皇子睡了 请改日再来 是 之后便和李芝打牌去了 只留皇后在门口吃着笔满羹 看着皇后灰溜溜的回来 她的母亲就知道妹娘这时飘了 刚生了孩子就不把皇后放在眼里了 皇后的母亲替皇后抱不平 说妹娘一点也不知道敢 当初要不是皇后帮忙 妹娘哪能回宫生下皇子 相比于妹娘 皇后更担心李芝不来打卡的事 皇后母亲觉得这全都怪妹娘 要不是她缠着李芝 怎么可能会让皇后坐冷板凳 此时的皇后还在自己的身上找问题 责怪是自己去得太晚 看来皇后还真是单纯的可怜 这天李芝照妹娘事情 王公公作为内室的掌权者 她专门去接妹娘来士气 王公公老金举滑 看着妹娘能有几天的地位 她也觉得不可思议 可见妹娘究竟有多大的能力 作为奴才跟对主则很重要 而王公公算是仇准了妹娘 她在去甘露殿的路上 开始和妹娘扯起了旧情 不着仪还记得吗 十年前就是老奴亲自把你送到了甘露殿 又顺着这条道把你抬回去 妹娘现在一点也不想提起以前 可这王公公偏要提 可妹娘没忧闹 反而是笑脸相迎 如果没有王公公 恐怕我现在还在赶夜寺呢 就凭这个 王公公这个五品内饰 早该提升四品了 好家伙这一回来就给下人谋福利 就这样的主子 谁不愿意多几个呢 这下妹娘算是将王公公笼落了 咋就是说妹娘制造型挺独特 这小杀金一带 档次瞬间提高有没有 有点那种抑郁美人的魅惑感 李芝见了立马悖蜜的流口水 想立马和妹娘再生一个小皇子 可妹娘却托恩走了神 因为她离宫三年 再回这甘露殿可谓是五味杂陈 见李芝如此猴急 也就不再独官厚感 立马表示要替李芝生一堆小猴子 李芝这下更兴奋了 直接叫来了王公公 就说朕的身体不适 明日早朝免了 是 过来 陛下 你的预体 明天早朝也不上了 可以多睡一会儿 真是春宵一刻支千金 李芝拉着妹娘就要大战三百回合 她是快活了 可她的江山有点危险 因为李芝的妹妹 高阳公主此刻正想着谋反 公主 皇上对公主 一向情深义重 公主你为何一定要 你懂什么 我也是为大唐设计 李家的天下才不得已而为之 原来高阳公主觉得李芝太软弱 不足以撑起大唐的天下 现在加上李芝不分日夜 宠心妹娘荒废朝政 所以她就想找人替代李芝令李新朝 一圈三连求个关注 高阳公主派她的驸马 去给吴王和宋戏 不料这驸马生性胆小 竟然直接跑到长孙无忌的家里 使命举报自己媳妇谋反 好家伙 就没见过这么康媳妇的 驸马本以为通过举报 能让自己逃过一劫 谁知长孙无忌根本不会放过她 你即使不说 也早在老夫的鼓掌之中了 带下去 这哪是托姑大臣 简直就是老狐狸 得知高阳公主谋反后 长孙无忌立马召集大臣联谊进攻 老臣为李芝的是跑断腿 但李芝却觉得 长孙无忌专门扫她的心 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 不过下一秒她就后悔了 李芝怎么也想不明白 自己平时最宠爱的妹妹 竟然会伙同其他人造反 抢夺自己的天下 怎么 怎么会有这种事啊 长孙无忌一脸平静地说道 自己早就有所察觉 只是没有告诉李芝 见李芝不信 长孙无忌便让她查看自己 接着她告诉李芝 高阳公主联合金王远景八领公主 一起推举吴王客做皇帝 一个是朕的哥哥 一个是朕的叔叔 两个是朕的皇妹 这 这叫朕如何是好啊 长孙无忌也不再卖关子 他直言巨重谋反就是死罪 让李芝尽快下旨 李芝见状也只能下诏 可他怎么也写不下去 最后竟趴在一旁大哭起来 这操作要是被李世民知道 肯定连棺材板都盖不住了 为了大堂设计 长孙无忌也不管李芝一员 直接带鞋预兆 刺死高阳公主 等大臣们都走后 李芝竟吓得抱着枕头躲在一旁 就着怂样连妹娘都看不下去了 你不如亲自审问公主和吴王 谁知李芝根本不敢驱俭他们 生怕被自己的亲人责管 妹娘见李芝这么怂 便决定由自己前去送高阳公主 最后一程 毕竟两人也算是旧相识 好 你就带朕去看望公主 你就说 好了好了 臣妾知道怎么说 另一边高阳公主不愿自裁 一是她觉得大忌未成 李家的大堂一定会毁在李芝手里 二来她觉得 自己李芝情同手足 她九哥一定不会杀自己 就在她暗自祈祷时 看着妹娘的到来 高阳公主高兴极了 她觉得妹娘肯定带来了赦免的诏书 可结果却令她大失所望 妹娘告诉她 谋反一定会被处死 不管在哪个朝代都是一样的 为了让高阳公主安心离去 她谎称就是李芝亲自下令赐死 高阳公主听到妹娘这样说 她觉得李芝还有救 大堂还有救 随即也就不再反抗 我妹娘 你我有缘相识 只有来世再见 看着高阳公主赴死 妹娘只能含泪送离 因为她压根不能改变什么 妹娘虽然替李芝解决了麻烦 可她的麻烦已经巧人生成 因为皇后已经坐不住了